好,恭喜這位網友可以開展他人生的新一圖 可以順利極速移居去日本 我想要問他一個問題 移居日本是利多於弊,還是弊多於利呢? 請你說出你的看法 我移居當然覺得利多於弊 是的 尤其是遇上道村這間公司 因為我之前也有找過其他 我覺得道村有一個優點就是 他是現樓,令我信心大很多 當然,這次也希望我們有老惡的名單 將其他香港人帶出到香港 我真的要祝福人群 希望可以幫到我的老朋友Alan 盡快開展他的新移民生活 也感謝Sally 用一個非常好的優惠的價錢 還有這次Alan在我們特別的提供後 他將這次十多萬的移民 administration fee 完全被禁止了 你真是撿到了,老朋友 恭喜你 恭喜你 我也很希望其他網友可以了解多些 關於如何可以極速而堆去日本 我亦跟Sally說,可否來個轉呢 你說怎樣就怎樣 MHK也看到一個這麼開心的面孔 知道他不用再受23條或政治壓力 他可以開心地展開他人生的下半章 我們會決定在接下來的5月30日的星期六 我們再有一些小組的面談會面的程序 講解多些關於一個 稻村不動產珠色會社在大阪 新金工的一個項目 同時之間也會解答大家 如果想移居去日本 需要什麼條件 上一次那一輪 Sally已經回覆網友的資料 很勇奕 很勇奕 Pock 你又怎樣看這次的做法 怎樣看這做法 一直說移居移居 其實實質上都要強調多一點 如果想成為一個真真正正的 拿日本國護照的人 其實都是可以的 透過這個計劃 即是投資新金工 拿版新金工的這個民宿項目 其實住夠幾年 其實你願意放棄你本身的特區護照 其實可以成為一個日本人 不過我們經常強調移居移居 我們都強調 其實裡面都內藏有移民的權利在這裡 那好吧 如果根據我們的計劃 Alan 可能最快年底你都可以過得去 沒錯 是嗎 那你開始執負你了嗎 是日本的聖誕節 所以我保持他了 真的保持他了 保持他了 保持他了 Alan 亦是我們的網友 亦是Paul的粉絲 這次不是妹妹 是真人 說起也不相信 真是這麼開心的事 希望大家有興趣移居去日本的 想效法Alan的成功例子 希望大家踴躍報名 以下這個資訊 大家只要上網填了你的表格 交給我們 我就盡快和你預約和安排時間 在5月30日分別獨立小組見到Sally 和Paul 了解更多移居日本的方案 恭喜Alan 多謝你Sally 救了我一個手足酒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